你自己要留一些的 这 这怎么这么多啊 你自己要留一些的 那我留一张好了 一张怎么够 你多拿啊 我够了 你上学开销大 我没事 吃饱就行了 可是你最近瘦了好多 你是不是又多打一分光 没有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非要出国 害你这么累为我挣学费 没关系的 我现在新找的那份兼职 我很喜欢 我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你 这钱你就踏实拿着吧 辛苦你了 谢谢 应该的 你们班 有没有男生喜欢你啊 如果有 你会吃醋吗 你会吃醋吗 不会啊 只要你幸福就好了 傻瓜 放心吧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嗯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我一直都在 你会吃醋吗 你会这么多了啊 你会吃醋吗 你会吃醋吗 真是 你为什么 你会吃醋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死了 死了 你睡了吗 其实在练世音之前 我一直以为 自己再也不会来上柳个人 但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我的心 就好像被触控了一样 我真的很难受 很难受 你和我一样难受 你肯定比我更难受 我知道 我自己之前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地混蛋 我也知道我自己现在不管说什么 做什么 都没有办法弥补给你的伤害 对不起 我真的非常非常地后悔 我之前 跟你说什么 珍珍不能没有你 珍珍不能没有 妈妈都是骗人的 不知我没有办法失去你 不知 到现在没有办法想想没有你的世界和什么样子 我们 不要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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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dislod 变金刚啊 喂 王姐 齐思乐啊 你胆真够大的 出这么大的事 你到现在都不告诉我 阿恩 你先别激动啊 我凭什么不激动 老爷子病倒了 茂林要一主 你又要离婚 你根本就没打算 告诉我是吧 行 齐思乐 你根本就没把我当朋友 再见 告诉你也没用啊 请 我担心 一定是 我好 一开 别碰我 走 嘿 微博 我给你取消关注 喂 闺蜜 你知道吗 苏浩宇家里出大事了 我知道 我人就在医院呢 老爷子这边离不开人 我可好去轮流倒班呢 合着你都知道了 你们俩就不告诉我呗 你们俩就孤立我呗 闺蜜 这话好拉黑 微信挖黑 微博我怎么取消关注 再拉黑 谁啊 谁啊 陆琪 咱们俩都不来往了 你来我家干什么 好 朋友有难 你不帮忙 谁是你朋友啊 陆琪 我真的不是有意要瞒你的 是 这件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发生得太快 我成个人都要崩溃了 所以 对不起啊 那你跟孙浩宇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果然是清楚一难 表局会的事 你不必担心 不行 还好有几个股东跟茂林是一条心 我们现在手上有四成的股份 待会儿再跟进一下 免得在晚上股东大会之前 他们在背后搞小动 我要早知道 你有这么强的谈判能力 我就算是绑 也要把你绑进茂林工作 你这夸得让我有点愧疚啊 知道就好 好嘴 这一仗稍微有点胜算了 你去医院看看爷爷吧 剩下几个股东交给我 我去和他们谈 辛苦了啊 什么 孙浩宇跟你结婚竟然是为了 他怎么能这样啊 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啊 我跟他提了离婚 但是现在发生了那么多事 他也挺难的 所以之后再说吧 现在最重要的是爷爷的身体 还有他的公司 都这个时候啊 还替他的事操心 毕竟还是一家人 不可能无动于衷啊 你又不是董事会的股东 可以帮忙投票 你这样干操心也没无用啊 我是不行 但你可以啊 感情刚才对我装可怜 现在要对我坦诚相待 就是为了让我帮浩宇 对吧 我不是不帮你 这是我们繁益 在茂林的持股份额 达不到董事会的标准呢 好